假如男人也喝毒鸡汤 男人呀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该吃吃该喝喝 游戏充钱不太多 我要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男人辛苦为了这个家 有什么用呀 婚姻到底给男人带来了什么呀 钱这种东西就是给女人看的 不是给女人花的 知道吗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 她就会努力把自己变得 更强大更优秀 给你买房买车 给你买游戏装备 给你花钱的女人呀 她不一定爱你 但是不给你花钱的女人 一定是不爱你的 你不用主动去联系女人 如果呀 她想你 她自然就会联系你的 如果她不想联系你 那你联系她干什么呢 男人找女人 一定要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爱你 把你成成小王子的女人 也不爱 其实呀 没有几个男人 会拿上面的毒鸡汤当真 但很多女人 都会真的成为毒鸡汤的牺牲病 这其中的因由呢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不是女人的客人 我让她不想联系你 她不想联系你 我让她不想联系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